中超最新积分榜苏宁反超鲁能跃居次席 大连疯狂两连胜杀进前六 北京时间9月3日 中超连赛大连赛区第九轮的比赛继续进行 在率先结束的两场比赛中 大连人轰4比0击败剑叶 鲁能0比1不敌苏宁遭遇两连败 目前在最新的积分榜上 恒大坐稳第一 苏宁反超鲁能来到第二 鲁能第三 大连人再升一位排名第六 剑叶继续垫底 而从打痕大开始改变为 从出球改为拼抢 不犀利的奔跑 前场紧逼的打法了 这一下输力完全给哈姆希克 反而把前场打活了 全场鲁能控球率60% 这场输在没有射手 而格德斯就是射手 所以不是中场的问题 是缺射手 两次踢中门注 还不明显 鲁能错在应该报格德斯 如果这场有格德斯 鲁能可能就输不了 这场还不明显 鲁能优势很大 但是门前没有射手 推来状态不好 前边也没人进球 鲁能优势很大